我是周玉寇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时间是7点14分36秒 我是周玉寇 欢迎您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所安排的 Coco.com 最严格的个资保护法 GDPR 5月25号正式上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法案呢 报局的发行人张宇宁小姐 将会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各位做非常清晰的分享 从欧盟的GDPR反思我国的个资法 我们的学者认为台湾需要落实 台湾需要落实的东西可多着了 好民进党的台北市长的选举 自提人选已经明朗化到最后关头 很多人说99.9%要提名自己人 而杨文志胜出的可能性 是完全超越了吕秀莲副总统 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到民进党的立委 姚文志跟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他也是党团的总招李庆锋 来跟大家谈 这个在正式提名 绿科分手之后呢 民进党究竟怎么样把自己过去 跟柯文哲纠缠不休的关系当中 对选情所造成的正面跟负面的效应 做这个总整理 而这个总整理当然要看 对民进党的选情有什么样的帮助 年底的选举有非常多的候选人 我们曾经访问过李锡坤先生 很早之前 我们也访问了邱文祥 郝龙斌先生时代的副市长 也是担任过卫生局的局长 担任过台北市联合医院的院长 他充满了唐几格德的精神 另外呢我们也访问了 这个好几位丁守中先生 刚开始要初选的时候 也是这个之前 那我们也访问过他 姚文志当然也不止一次 不过现在在五月底 正式的三足鼎立的情况确定之后呢 我们将要约访的是 姚文志丁守中 以及现任的市长柯文哲先生 我们也希望相关的人士呢 能够经得起媒体的检验 而且对于媒体的一般大家的考验呢 事实上呢 来到coco早餐被认为是烤炉酱 好像也不是吧 应该不是 大家误会了 其实我只是问最笨的问题 我真的都是问最笨的问题 如果你是我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不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 给我栽上一些意识形态的帽子的话 事实上其实我是最超越蓝绿的 而且呢 我是最不管蓝绿的 我永远只看这个政治人物 好啦 我承认啦 1996年我支持的是李登辉前总统 2000年的时候 我支持的是陈水扁 2004年的时候 我也支持的是别人配 谁会去支持一个连宋配啊 我从我跑新闻开始 我就对连战他感觉到这个毛骨悚然 有一次我到外交部去访问他 胡志强先生在座 那时候新闻局长 访问他完之后 你知道吗 我走出外交部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人根本不是城市中人啊 城市不是讲那个city 是讲繁俗的红尘 当时就觉得浑身鸡皮疙瘩起来了 这个人是中国国民党未来的 这个所培养的政治明星的话 那中国国民党可麻烦了 当时呢 是李登辉前总统 非常的支持他 我问过李总统 你为什么要支持他 他说啊 那国民党除了他还有谁 好啦好啦 他家里有钱呢 也是原因之一啦 因为他人缘好嘛 我不是说他家里有钱的那个行贿啊 而是说他家里有钱 他可以有非常多的公共 这个关系的这个人脉政商的建立嘛 那好一路走来 要选这个副总统 要选总统 还当了李登辉前总统的这个副总统 一任嘛 有吧 对不对 好这个 可是陈水扁也让大家失望啊 所有的总统都让人失望 李前总统 至少他在民主过程当中的坚持是值得我们大家肯定的 可是李前总统曾经说啊 他退休之后呢 就要去做牧师啊 结果没做 还组织了一个台联 现在台联已经泡沫化了 我要讲的是 在我的这个四十年的政治新闻生涯当中 实在是见多了 看多了 看多了政治人物的真面目啊 如果你真要把他们的面目真的写出来的话 那可是精彩绝伦 可是中间对我来讲 没有什么蓝蓝绿绿的问题啊 我既不是一个极统派 也不是一个极独派 我是一个中华民国派 所以呢 彭温正常骂我 嗯 说我不是台独建国派 然后呢 中华民国派 居然在 共产党北京的眼里呢 也是一个独派 他们叫做华独 拜托 台湾这个国家叫做中华民国 不是我们大家的共识吗 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才是跨越蓝绿呢 突破蓝绿的高墙的 这个第一批新闻界的先锋 其实大部分是新闻界的人士 除了那个头脑不清的人 在意识形态里面 钻着出不来 或者是他们有他们的背景 眷村长大的啦 或是金门长大的啦 或者是自己从小在 这个非常独派的家庭里面 被灌输了二二八啊 这个受难者家属啊 这个对国民党的长期的愤怒 其实大部分的年轻的时代 其实都还不错 都还在中间这一块嘛 那在中间这一块 那就找出最好的人啊 所以2008年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的选举 你觉得那个氛围 他们说我是被马英九骗 但是也没有啊 马英九他是用这样方式 得了七百多万票啊 那嗯 可是2012年以后 马英九也变啦 马英九最大的变化是 他年金改革没有贯彻啊 然后呢 他又用一个司法案子 去斗王金平啊 斗不下去 而他用人怪怪的啊 所以 然后他 我最我最气的是 马熙慧这件事情 马熙慧这件事情呢 他这个 基本上来讲 我们的麦克风是不是坏掉了 马熙慧这件事呢 他在现场的时候呢 不敢讲这个一中国表 只敢讲一个中国 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刚才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我们的声音好像有点不太对近 对不对 应该是麦克风的问题 你问我我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有戴耳机 那 这个 这个情况之下 各位 他在这个 其实马英九是自毁前程啊 这个福茂的 那个太阳花学运 当时的这个 争斗 如果 如果时光可以重来 如果时光可以重来 在太阳花学运的时候 马英九走进立法院里面 跟学生对话 我觉得那个状况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他跟他的团队 特别是他的重要幕僚们 非常傲慢的认为 这是一个暴力行为 脱续行为 不能够纵容 然后呢 就跟社会脱节 最后还发生了攻击行政院 江英华院长 当然第二天开记者会 我也在现场 我也看到那个很不堪的场面 是背叛狼迹 非常的困窘的一个行政院 可是问题是 台湾是一个发展中的民主国家 你就是这里要让一让 那里要让一让嘛 好 太阳花学运处理的不好 马王斗处理的不好 那接下来呢 好 他就寄望于马熙会 马熙会 在现场的时候 我问他 你有没有讲中华民国 他一直回避 到现在为止 很多的这个人士都说 你为什么那天要在现场 我在现场问问题 各位 一个资深的新闻工作者 我访问过李光耀 我访问过克拉荣 我访问过 所有的中华民国的总统 我采访过所有的总统 每一个总统 除了李登辉总统时代 我是在他的官邸 访问他之外 陈水扁 马英九 蔡英文 哪个人没有上过我的电台节目 所以蔡英文总统 他的第一次的总统任内的 甚至于他非常重要的 公职任内的电台访问 而且是直播 现场 是在我们的 可可早餐节目里面 所这个发生的 我的意思要说 在这么资深的一个 新闻工作的范围当中 很多人还说我是变色龙 那这种说法真的是见鬼了 克文哲不过就是 跟着人家的屁股后面 在那边跨越蓝绿 真的跨越蓝绿的人 其实是守住中间路线 而不是去讨好统派 跟讨好独派 懂我的意思吗 真的这个跨越蓝绿 是维持现状 台湾这个国家 叫中华民国 不需要宣布独立 也不需要这个 是改国号国民 先把自己的经济 跟产业做好 安和乐利 扶民立国之后 由两千三百五十万人 来决定他的命运 那柯文哲的所谓的 跨越蓝绿是什么 柯文哲的跨越蓝绿 是假象的跨越蓝绿 他是挑拨的跨越蓝绿 他是讨好几统 讨好几毒的那种跨越蓝绿 所以他是不蓝不绿 跨越蓝绿的人 应该是把深蓝深绿 放在两边 然后在中间 开辟自己的论述 跟开辟自己的信仰 我的论述 我的信仰就是 我成长的这个地方 我们曾经受过 国民党的洗脑 但是国民党对台湾 经济发展有贡献 你也不能完全抹煞呀 所以你不能像独派那样 听到蒋家 就想把他头给砍掉 你不能像统派那样 听到228 听到什么八田羽翼 日本人 你就罵人家是日本的 走狗奴才啊 走中间路线 是最不艰难的一条路线 走中间路线 是最妥协 最平衡的一条路线 但是中间路线 不是投机路线 很多的政治人物 把中间路线 当成投机路线 陈水扁总统是如此啊 当时他讲了三角饭团 后来他发现 两岸关系突破不了 然后独派痛骂他 他就开始说 我就不能宣布独立 又怎样讲 然后又跟老共在那里呛吓 结果就变成独派 也不喜欢他 统派的人骂他 共产党说他是麻烦制造者 美国总统也讨厌他 trouble maker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冷静下来 平心静气想想 走中间路线 维持现状很稳当的 不造次的人是谁 对不起 或许你们有一些人不同意 但是我必须说 我还真的蛮佩服他的 他的名字就叫做蔡英文 他在维持现状 走中间路线 然后他也不会随便的 来游以自己的立场 比起来那个柯文哲 投机到了极点 还要挑拨恶毒 而且在人性之间 去走暗黑的手法 这一切难道不是这一次选举当中 必须所揭发揭穿的吗 2014年我们打败连胜文 是因为连家是买办 连家是两岸之间的 两岸政策下的既得利益者 连国民党内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2018年的台北的市长的选举 我们要驱逐的是暗黑的 空心空包弹的 而且邪恶的柯家军 柯文哲 掏空台北市政府 地下市长如蔡碧如泽 每天放话 阴暗了 而且邪恶了这个台北市 这个首都的城市 至于谁当选 我没有意见 只要不是柯文哲 立刻回来